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动公园游戏场落成启用 包含了长度近25公尺的溜滑梯在内 改造后的游戏场更符合全灵共荣的精神 基隆市场利用常常陪着小朋友抢先体验 爬过绳索区小朋友从溜滑梯路口往下滑 感受全基隆最长的溜滑梯魅力 从超过两层楼高长进25公尺的溜滑梯滑下来 有的小朋友直坐好好玩 也有小朋友坦言有点害怕 很好玩 刚才我还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然后呢 后来滑下来 然后我就用脚的刹车 好玩 什么好玩 不好玩 好恐怖 好恐怖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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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怕哦 好怕 怎么样好玩 滑起来怎样好玩 速度不快吗 怎么样好玩 很刺激 很刺激哦 滑起来很刺激哦 那你不害怕哦 不会 请用意识开启 掌声鼓励 浩资近千万的 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落成启用 借用市场牛昌陪着小朋友抢先体验 牛昌表示 原本软软运动公园游戏场设置操场 溜滑梯与攀爬架 是专攻青少年使用的冒险区 因为民众反应 希望可以让更多年龄层的小孩使用 因此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 针对相关油气体件设施进行调整 包括2岁到12岁可以使用的溜滑梯 5岁到12岁可以挑战的水平吊梯 以及13岁以上的冒险区绳索攀爬网 希望更符合全灵共农的精神 加上全区铺设草皮提供亲子更安全的游戏环境 市政府也听到市民大家的一个声音跟建议 也从善如流 把整个设施做了一些修正跟调整 来符合小朋友也可以来游玩 所以现在2岁以上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来玩这个地方 那当然在攀爬区或者是冒险区的部分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来游戏 那另外就是这边整个都是人工的一个草皮 把它全部铺满了 这个在我们金融市的儿童游戏场来说也是少见 那这样子小朋友可以玩得更开心 也可以更安全 金融市政府近三年已经投入了3400余万元经费 包括今年2月完工开放使用的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平整修及照明设施更新等 其中各运动场地平及照明设施整修经费超过1000万元 预计今年7月中下旬启用 一起来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而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所得申报截止日期延后到6月30 为了要协助市民在截止日前完成报税 立法委员蔡世英宣布启动申报所得税服务平台 将与金融市记账市工会方面合作 从6月27到30号连续4天晚上6点到8点 在服务处由专业的记账市志工协助申报 呼吁有需要的民众多加利用 手机报税一直搞定 立法委员蔡世英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长蔡毕贞 及金融市记账市工会理事长张旭同高呼口号 提醒民众在6月底前完成所得税申报 蔡世英表示财政部近年来推出网路报税 甚至手机报税等服务 让报税越来越便利 不过还是有民众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自行报税 因此特别与金融市记账市工会方面合作 推出所得税申报服务平台 从6月27号起到6月30号连续4天晚上6点到8点 民众可以到蔡世英服务处由专业的记账市志工协助完成报税 我们每年在报税的期间我们都有合作举办报税的服务 那这个报税的服务帮我们提供咨询 告诉你采取什么样的报税方式对你是最方便的 那也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电脑或者你的手机 并不是行动智慧型手机的话 我们在这里或者理事长 我们所属的记账市的会员这边 其实在这段期间也都很义务的 很热忱的为大家来服务 据了解金融市大约有10万8千多人 需要申报所得税 目前金融市完成报税已经达到86% 由于距离报税截止日剩不到10天 北区国税局长蔡碧珍建议 还没有完成报税的民众 可以多多利用手机或网络报税 也可以到立法人蔡世英设立的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其实它并不困难 大家用手机用网络都可以报税 那如果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关系 到蔡世英委员服务处这边 6月27到6月30号的晚上8点 以前到6点 6点到8点 期待健保卡或者自然人评证 这边就可以帮大家服务 金融市记账市公会理事长张旭彤也补充表示 除了到立法人蔡世英服务处 也可以透过记账市公会成员服务据点 就近办理申办业务 你只要跟立委这边先说你要议约什么时候 我们全市的这个公会员会员都会帮忙处理的 应业民众申报需求 国税局各分局在6月24号 即6月27号到6月30号五天 中午不休息 最后一天6月30号更将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 呼吁民众把握时间完成报税 记者张旭彤金融报道 在电影来看金融市议员连恩典与妙宇的师傅 在6月16号联手抢救两只受困于鸟网中的 猫头鹰和叶鹿后 听闻这个鸟网中还有多只台湾蓝雀受害 连恩典就特地带着镰刀与服务处的秘书 上山拆除两座大型的鸟网 幸好没有发现台湾蓝雀的尸体 机动市议员连恩典亲自拿着除草的镰刀 特地带着服务处秘书急忙上山 拆除两张大型鸟网 幸好没有发现台湾蓝雀的尸体 这是因为连恩典和妙宇的师傅 在6月16日 联手抢救两只受困在鸟网里面 命悬一线的猫头鹰和叶鹿后 由于听闻鸟网中还有多只台湾蓝雀已经受害 听说上面有沾了大概将近20只的蓝雀 待会我等一下一定要上山看一下 马上我们会把这个网子拆掉 不要让其他的这个鸟类再受害 因此急忙上山拆除鸟网 幸好没有发现台湾蓝雀的尸体 现在到我服务处的后山这里来 发现那个鸟网大概布了有将近200公尺 非常大一张 那早上有看到一些保育类的 零角销等等的蓝雀 那现在我来看到这个网子还在 就通通把它收一收 免得再有这个无辜的受害的这些鸟儿 再沾到上面 现在反正就想去办法 把这个替这些鸟儿除害 由于两张鸟网非常大 联恩典怀疑是鲁哥集团 刻意设置的鸟网 因此呼吁民众如果在山上 发现鸟类被刻意设置的鸟网网住 如果不方便处理 可以拨打1999通报市政府相关单位前往救援 避免有其他危险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65岁以上长辈6月20号 开始接种第4剂莫德纳疫苗 其中在七堵区疫苗接种站 依照规划 各里的长辈陆续到场接种疫苗 七堵区市议员几乎全员到场服务关心 负责施打疫苗的七堵区卫生所 呼吁符合资格的长辈 踊跃接种 并赠送8剂的快筛剂 依照规划 七堵区各里符合资格的长辈 在排定时间内陆续到七堵火车站 疫苗接种站接种疫苗 负责施打疫苗的七堵区卫生所 和新昆明医院呼吁长辈踊跃接种 第三剂和第四剂之间 要间隔150天 而如果是染疫康复后的长辈或是民众 则需要三个月后才能接种疫苗 就是我们基隆市全区 都开始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第三剂已经施打 就是我们的新冠疫苗 第三剂已经满150天的长者 我们可以开始来施打第四剂 那如果说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曾经有感染过 就是我们的新冠肺炎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满 三个月后再来接种 基隆市65岁以上长辈 6月20号开始接种 第四剂莫德纳疫苗 来接种疫苗的长辈 市政府都会赠送 8剂的快筛试剂 来接种的所有的这些长者 市政府都会赠送8剂 总共8剂的快筛试剂 也让我们的长者 跟我们的亲友在家里 家人在家里 有需要有症状的时候 都可以做一个快筛 然后来提醒自己 来注意身心的一个健康 七肚区三位 最临近怕病的现任市议员 张耿辉 杨秀玉本人 以及议长 蔡旺莲特别指派的秘书 也都到现场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问候服务接种疫苗的长辈 和陪伴家属 并且发送精致的口罩 宣导防疫 前一面几天我也去看了一下 施打都非常勇业 然后在这段几天 尤其这么炎热的夏天 除了我要提醒我们的长者 多注意 多喝开水 也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 那我也预祝我们的医生 希望能够 疫情赶快远离 让我们全球人 能够过个正常的生活 也再次感谢我们第一线的 防御医药人们 真的很辛苦 尤其这么热的天气 它没有充着防御医 隔离医 真的不容易不简单 利用今天的这个 借用今天的时间 来跟我们的乡亲 提醒他们说 病毒也不要那么害怕 但是尽量就是 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个防护措施做好 还有是 不是只有说这针对打疫苗 还有平常的这个 饮食习惯也很重要 是做一些比较高纤维 蔬食 这方面我是觉得 我会提醒这个乡亲 尽量就是说 不要保持这个 不要太担心了 只要把这个防疫做好 我想这个病毒很快就会打败了 谢谢 代表蔡王院院长来关心我们今天 七毒施打战的 施打状况 因为目前的疫情 虽然趋缓了 可是风险能难在 所以还是呼吁各位长辈 能施打第四季 还是能请我们家中的长辈 还是过来施打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另外两位七毒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昆明以及曾怡方也分别到现场发送轻巧的提带和精美的口罩问候服务长辈也都相当受到欢迎 在七毒区卫生所七毒区公所新昆明医院以及议员和里长等人通力合作下 接种疫苗的作业也都能够顺利圆满进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记事度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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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为正兵大楼俘获新生 将引建筑大事迹与修复细节开场 串联由渔业衍生的多元生活样态 感受过往的黄金年代 透过城市博览会 一同见证城市的改变 整座城市都是展场 基隆城市博览会 总共规划 A B C三大展区 及K副展区 B展区正兵展区 包含旧渔会正兵大楼 正兵渔港 及和平岛的区域 共有五大艺术展览 三处多元市集 两将夜间光雕 展览包含 2022基隆朝艺术 水产市 备于滋养海市圣地 有一种味道在基隆上岸 多元饮食文化展览 眺望大基隆历史场景 与西班牙诸圣教堂考古移植展示 市集则规划有 正兵海口味 大基隆市及圆明市集 我觉得这个策展还蛮用心的 就是还有很多基隆在地的元素 包括在菜单的策畸形上面 也都有接着海洋文化 这个市集 就是很符合在地性 然后就是很有海味 然后就是精选的商家 也都是感觉进去挑选过 然后很有在地推草 并于正兵渔港 带来夜间光雕秀 邀请旅客来此感受在地美丽 将翻新大家对基隆的印象 公民记者蔡念成采访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民团发起的基隆护海公投 第一阶段联署活动 人数已经达到2475人 已经超过提案的门槛 发起护海公投的人民团体 与市议员陈维正张渊祥 将第一阶段的联署书 送交给基隆市政府 市民提案来呼喊 市民提案来呼喊 反对台电在外木山填海照路 先见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既用护海公投第一阶段联署活动 已经达标 我们第一阶段1800份比较少 那我们其实只设了三个联署点 那我们也希望第一阶段的表格 跟第二阶段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避免说第二阶段的时候 用到第一阶段表格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并没有在 放在云端空间 供大家自由下载 也限制了联署点来去做索取 那第二阶段其实就是 整个公投成立的 最后一次的联署的活动 那也因此我们希望说 能够有500个商家 来去作为联署点 方便市民朋友 缴交这个联署书 基隆市多个人民团体 和市议员张云祥 陈维仲 一起将联署书 送交基隆市政府 我们现在这个公投送案 其实走到今天 真的是基隆人退无可退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第一阶段 2400多份的民众的心声送进去 我们希望撼动 而且希望遥醒基隆市政府 应该让林市长可以在 谨慎这六个月的任期内 赶快做出态度 要求台电 不应该在有替代方案的状况之下 对基隆的海岸填海造地 那我也认为说 我今天出来竞选基隆市市长 其实我就是要提醒基隆市政府 过去我们一直都是一个陆地上的政府 我们并没有海洋城市 或是海岸治理相关的政策 这也是现在非常非常多基隆人的期待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希望来展现我们收获海洋的决心 由于第二阶段连署活动 要完成18000多份 民团也公开征求500个连署点 方便民众连署 有信心达标保护基隆的海洋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台湾以海洋立国 政府推动向海致敬 亲近海洋政策 由台湾博物馆打造第一艘研究船 朝进方舟一号 6月在国立海科馆朝进海湾正式启航 透过船内的观景窗 游客可以清楚观察水下世界 认识海洋生态 让海洋教育从生活中做起 在国政策上活动池 heb装进行 鹉洋警帽禺 飞起 art 游客开心来到望海巷码头 一个一个接力上船 请大家把救生衣穿起来 别急别急 救生衣一人一套 船长一声下令准备出发 白色船身黑色船底随着海浪律动 乘风破浪前往即往外海 方舟一号六月起航 顺势肩负起东北角海洋教育任务 它其实小小的一群一群 很快要游过去了 真的要比较深了 所以有点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 透过存舱内的海底丝窗 海底下数十种珊瑚 各种鱼类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运气好还可以与海龟相见 热带鱼还有海龟 我觉得我们台湾是海洋国家 我们国民从小应该就多接触海洋 就是小孩子来讲的话 就是说平常你如果说去水族馆的话 只是开在鱼缸里面的 跟在船上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像绿岛的话也有这一种的船 所以就不用跑绿岛跟那个小琉球了 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因为旺海上云港 它的水深比较浅大概四五米 那我们其实在椒岩上可以观察到 很多的海洋生物 像是霓虹雀雕 河豚 甚至还有一些珊瑚 海参 海胆等等的 那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会主要是 以观景窗来观察海底的生态 潮近方舟一号长12.8公尺 宽3.6公尺 水下能见度6公尺 历经10个小时 从高雄开船到基隆 由于船三彩玻璃纤维来减轻船舶的重量 那其实这一艘泰索船 我们是用跟美国合作S-Crimp的最新的技术 那它这个技术到底用在这一艘船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它强度增加 第二个它重量减轻 然后所以它这艘船是很节能的 那除此之外 这一艘船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带领我们所有的民众 能够在我们的富裕海湾 进行大概6公尺以内的这个潜水 看到这样的一个潜水的一个生态 那尽由这个亲自的观察 以及做这个海水的一个收集 那除了我们在讲中生教育 可以用这个观察教育这边去落实之外 也把这个数据的收集跟国际的NOVA 跟这个国际的所有海后的这些气候能够接轨 方舟一号是台湾博物馆界 特别量身打造一艘研究船之外 有一位年仅24岁的女船长 简如婷亲自掌舵 曾经服务于海军志愿役四年 如今退伍之后投入海洋教育事业 我热爱海洋 那海洋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我自己就是对海洋有了很大的憧憬这样 也希望我自己能用自己的毕生 就是热爱海洋 然后去保护海洋这样子 当游客看到很清澈的海底 或者是这些海洋支援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那我看到他们的快乐 我就会觉得说 我自己一定要把船开得更好 每天只有十个航次 船上都有配有导览员 方舟一号不只是研究船 它还肩负了海洋教育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一般都从路上看海上 比较少从海上看路上 那从这个海上看路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的前世今生 因为它一开始原本是很漂亮的江沿海岸 那后来盖了垃圾掩埋场跟水飞处理场 后来又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那这其实一整个演变的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人跟海洋互动的过程 我们喜欢海洋想要亲近海洋 但是我们对海洋又有很多的畏惧 很多的可能不是这么好的利用方式 所以你会看到垃圾埋场的遗迹 看到很多的消波块 潮进方舟一号正式起航 不仅带游客开心出航 将为台湾海洋立国 落实真正的海洋教育 记者黄绍明自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是蔡小军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大家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KKBOX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 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icon 下载安装KKBOX之后 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您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透过电视上的KKBOX中的 帐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帐号 在帐号资讯页选择 配对KKBOX帐号 依照指示进行帐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入 就能成功配对咯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